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想袁醫生和聽眾分享一下 有關精神病上的一些問題 有些是瘋狂症的問題 有時在新聞上 有時會看到有些報道 有些人會突然做出一些很傷害性 亦有侵害性的行為 但當時他們是否屬於瘋狂的情況下 作出這些行為呢 我相信在有250年歷史同學療法的臨床上 應該都會有些療追可以幫助這些人處理這些問題 在我們同學療法的學習過程 我都學到1998年才開始學習 都未停過 有些機會不同的去尋找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老師 每一個人都買了很多書籍 我的圖書館都不知多少千本 有一次在買書 我如何購買呢 我在一間 當時印度有一間書店 它是Publisher 有一個目錄 我整個目錄都買了 我記得在多倫多收貨的時候 那一間書的貨運 你駕駛車去 都乘成十幾箱 十五十六箱 我基本上把整個目錄 那間Publisher 的目錄都買回來 Anyway 對我來說 知識是可以救人的 所以我很不慰 我不會節省 儘量學多些 希望能幫助更多病人 好了 瘋狂症 是英文叫Manias 即發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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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瘋症 其實我們過去也有這個 我的病人裡面 什麼病人都有 我不會說某個病人是特別多的 很幸運 其實我什麼病人都處理過 包括這些瘋狂症 一般你會看到病者 這些病人通常 有些是有人陪他來的 在我的經驗之中 如果家人陪他來 或者老婆、丈夫、兒女、親友 有人陪他比孤孤單單好 因為很多時候 當病人患病 或者在情緒上有病 他自己是不可能會處理得到的 如果沒有人來 我也覺得這個案子是很難搞的 是的 我記起之中 有個案子 有個病人來 其實他帶了他男朋友 他病人是男朋友 每年會發瘋症 發瘋症不受控制 是大叫大成的 很典型的瘋症 當時我用了療劑 用癲劑給他 因為他告訴我 他一發瘋症 他臉都紅了 他告訴我 我沒有看到他發瘋症 但他告訴我 他發瘋症 臉都紅了 紅面關公 我記得當時 有病人是很重的 接著他便立刻平靜回來 沒什麼再發瘋症 當時他們很有趣 他們是每一個月要去打一次針 每一言 我都不知道他的處理方法 當然有很多其他藥物 我記得我們是很明顯的 他覺得一吃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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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通常都是我們精神的狀態 情緒波動得很極端 又高又低 所以這些是瘋狂的 這個症狀通常會轉變 會交替性 每一次發作 症狀都可能維持一段時間 但是趕不到的 有多長的時間 通常都是沒有辦法預測的 而在發作的期間 發作之后的期間 人的情況又好像很正常 通常都是這樣 發作了一段時間 接著又康復 平均一段時間 有時候瘋狂的發作之后 接著下來的人情緒很低 有時候叫做躁鬱症 通常人是很不小心 亂來或過馬路 這些行為 很衝動的行為 精神是發狂的 不知力度和精神是從哪裡來的 可能幾天都不用睡覺 這些症狀 當然症狀包括很多暴力 或者是經常懷疑她老公 這些情況有時候 就是生了10元之後 接著就有這種精神的症狀 懷疑她老公不軌 很敏陣 情緒波動 可能會喜歡唱歌跳舞 把衣服撕爛了 看到東西扔東西 扯頭髮 這些事情都會有 有些情況會出現 可能因為壓力 我記得有個個案 是一個比賽裡面 有很大的壓力 接著發作了一段時間 在出現的時候 他們會對於社會的自我限制能力 就沒有了 也會因為做生意 虧了很多錢 有時候他們在瘋狂的情況 就會亂賣東西 亂做事 送禮物給別人 都會出現這些情況 在發作期間 通常他們說話就是語無龍翅 說得很快 跳來跳去 不同的社會 很難跟他們聊天 你知道他們會跟他們說話 很興奮 有時候會有一種暴力傾向 會打爛東西 拔爛東西 把家具或醫院的設施拔爛它 吃東西方面 亂吃或不吃東西 有很多這些行為出現了 反常的行為 是的 我們在同學療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療劑 今次要跟大家介紹 我大概會跟大家介紹 13種同學療法的療劑 第一種療劑是Baladonna 大家都知道Baladonna 主的症狀是充血 臉紅的 通常的症狀來得很快 有些人好像很野性不安 亦可能會亂拿東西去砍 剪爛了 在瘋狂的時候會出現 通常在這段時間 說話說得很急很快 做很多的行為 看上去是很滑稽的行為 很荒謬的事情 他會做出來的 有些人也會狂肺 好像瘋狗那樣肺 而且會和你吵架 眼睛好像野獸的眼睛 他的行為有很多很吵 病人也會唱歌、跳舞 或者在那裡說粗口罵你 亦有個情況是想逃走 很多時候在醫院中 在精神病毒中 經常遇到病人 通常沒有辦法把病人綁住 因為他們會走 我亦遇到病人 或者跳到海路自己游走 很古怪的行為 這是Baladonna 的案子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會用這個療劑 另外的療劑叫Haiocayamas-Niger 中文叫做黑量蛋 就是一個十字草 下面一個石字 也有些翻譯叫做天仙子 Haiocayamas-Niger 這個療劑很好用 在急性的疯狂症的時候 腦子非常興奮 有很不正常的衝動 通常黑量蛋的症狀的人 病人有很多懷疑心 經常感覺有人跟着他 有些人在哪里面說他 有很多的妄想 也有些人要謀殺他 要傷害他 有些人要逃跑 經常都當 responding 有些人在说他 像一個幻覺 有些黑量蛋 天才是一个 有时会很愚蠢 极端的妒忌心 惊恐 有时会因为失戀的问题 也会出现一些大笑 不知是什么原因的 也会走 还有一个症状 很多时候黑凉弹症状的人 很多时候好像露体 有时露腿 有时露腿 没有所谓的 可能只是嘻哈哈疯狂 衣服没有穿好 这是黑凉弹症状 通常病人 偷偷不绝说话 也会说一些很傻瓜的东西 他的行为好像 不正经的行为 好像把衣服打开 或者被子打开 这种情况是露下体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症状 有很多幻觉 有些人会说他 说耶稣不绝 你就可以想 黑凉弹症状 好 接着另外一种 Cantarus Vesicatoria 斑矛 斑矛 是一个西班牙烏鸭 一种Betle Cantarus 通常用于急性疯狂 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 病人可能会吠 或者咬周边的人 很急性的疯狂 病人也很焦虑 不安 突然间 可能失了知觉 出现面红 病人也很想进行性的行为 他的用户很强 Cantarus也是一种催情药 在坊间有些人用尿剂 因为他吃了之后 音部有一种刺激的感觉 Cantarus 你会看到这种症状 他会觉得 有一种性欲方面 突然间很强 接着另外一种 Stragmonium Stragmonium 曼陀罗 曼陀罗这个症状 通常反映脑有很多恐怖的影像 病人会觉得 看见到老鼠、蛇、很多动物来襲击他 他躲在一边很害怕 这个就是曼陀罗 曼陀罗的人 有些人也说话是 是婆婆妈妈的 兔兔不绝 有些时候 他变成了很多宗教的行为 叫你去祈祷 说这个地球就快去毁灭 说完这些很愚蠢的东西 也有想逃跑的症状 有些时候看到他的行为 是变得很快的 有些时候很开心 但是之间很优秀 他也有出现这些 比较好色 还有很多的淫念 还有他对光是有特别的感觉 有些时候看到流水或光残的东西 就会令他疯狂症发作起来 这种病人有时可以变得很邪恶 有时会出现一些很暴力的东西 想到有人被迫害 这些都是有的 Dramonium和Hiozheimer 有些不同的地方 Hiozheimer的幻想比较多 Dramonium的动作比较多 有些动作比较多 有些暴力的行为比较多 这就是曼陀罗的症状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再继续 袁英先生帮我们介绍 关于有关疯狂症的疗剂 一会见 你轮转天气 风湿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这么好呢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吧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疯狂症的同类疗法 上一集的节目 袁英先生已经可以帮我们介绍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疗剂 如何处理疯狂症 麻烦袁英先生再帮我们将预下来的疗剂 再一一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听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疗剂 叫做Varatrum Album 英文叫做White Halaborate 我们中文叫做白泥露 白泥露主要的症状 如果你看到这个很典型的白泥露 它会在额头飘冷汗 那个人很累 青青 背了冷汗 没有力气 这种程度 可能会出现薄乱的症状 尤其是有病 或者冲暑 那种症状就是 这种症状的症状 这个人当然很不安 看上去就好像很惹 好像野兽 那种症状 最重要的是 那个人很累 衰竭了 身体很冷 流冷汗 眼圈蓝蓝 记住一下 Postration 衰竭了 还有Cold Sweat 冲标难行 这个就是Varatrium Album 在发作的时候 病化的时候 是最主要的症状 平时病人可能在沉静地坐着 不出声 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 都不会跟你聊天 也可能他不想睡了 就在眼光光地看着房子 总之在外外滞滞地看着 但也有时候会很暴力 会开始撕烂东西 剪烂东西 割烂东西 有时候出现宗教性的忧屈症 病人不肯在祈祷 他经常觉得要上级救赎 对人类很失望 他又会说很多献住人 要宗教 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另一个就是法花巅的倾向 就是性欲方面的经常 我有时候会出现 和宗教这方面的发泡 elemental的词相 那会提到令自己的痛症 这些留言 其实炸道这些型的思想 会引到いる身体 尽着歪感 就是 motivated 精神和育体在不断受乎 记住 面颜流流流出冷汗 面青灶 Bye,原神 累死 还有宗教性的疯狂和发花颠的抑郁 你遇到这些情况可以考虑Varatrium Album的白泥露 另外一种疗剂叫做Aurum Metallicum Aurum即是黄金的意思 拉兵文的金高就叫做Aurum 这是金属的金 这个疗剂通常是用一些什么呢 用一些人是极度地抑郁 没有希望的症状 是一种很抑郁 没有希望很沉重 就经常想死 他就经常想死 但想死得来也很害怕死亡 Aurum通常是一种极度的抑郁 不是那么多狂妄 反而是抑郁 想自杀想死 很深层的抑郁 看同的疗法 在疗剂的效能是很快的 基本上有些人有这样的抑郁 不知为什么 总之是很深层的抑郁 想自杀 疗剂吃的时候 一两剂就没有了 感觉就没有了 接着另外一种疗剂叫做Anicardium Orientalis Anicardium Orientalis 即是马六甲斗 这种有毒性的斗 这种病人通常是情绪很低落 而且有很多容易用粗暴的语言 他觉得自己有魔鬼占有了他 有个女人觉得自己的儿子不是他 这种幻想的感觉 通常是很敏陈的 最主要是你经常发现他很喜欢说粗口难食 这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年轻的人 说粗口每一句都是粗口看出来的 很憎恨社会、憎恨人 这种精神状态 其实疗剂是可以用Anicardium Orientalis Anicardium有时候有种症状 他感觉上是困在两极 一边肩膀有天使在帮他 另一边肩膀有魔鬼做坏东西 他就好像在两旁挣扎 这种精神的症状 另外一个疗剂 Pulsatela nigricum 是白头翁 白头翁是一个很常用的小孩 通常是白头翁的病人是比较敏感的 通常是精神疯狂出现的 由于他的经期受压 某种原因 他的经期突然之间不出现 不出现之后 他的精神状态就出现了 或者他为什么不出现 因为他的脚受濕 受寒 可能下雨 在他的脚被淋了 然后经期就停顿了 经期停顿了 这些精神症状都会出现了 这也是可以用在一些 宗教性的忧屈症 病人通常觉得很希望 没有人打救他 上朝不会要他 不断地来到祷告 他会摘着手 坐在那里 好像一个石像 不动的 也可能他很不安 讨不了教 转来转去 很多改变 这个就是白头翁 这个疗剂 通常我们会有什么机会 要叫疗剂 是因为他的经期受抑压 因为他的脚受寒 濕了脚或者下雨 接着他经期一停 然后出现这个症状 这样可以考虑白头翁这个疗剂 接着另外一个疗剂 是natrium muriaticum 是sodium chloride 就是食炎 是一个疗剂 通常病人 有情绪低落 但也有时候有些疗病狂的人 有些症状 对将来觉得没有什么希望 因主意会觉得很生气 炎型的人 通常有些人很好 很nice的人 但可能因为受了情绪的伤害 他就被围住了自己 围住了自己的保护 他就不走出来 通常这些移民的人 他不开心的时候 你走去安慰他 他就不喜欢 不要烦我了 我没事了 你不要说 这样说 他可能越说越坏 通常他平时就不喜欢说话 但很喜欢对旧事的不开心的事 是不能够忘怀的 他经常说回以前的不开心的事 通常病人 本身的人应该很nice 很gentle 但有时候就会 找人去谈诉 但你去安慰他 他反而不喜欢 炎型的人很有趣 有一个症状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吃咸的事 就是炎型的人 炎型的人 通常是炎型的人 炎型的人 炎型的人都很黏 炎型的人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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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疗质是硫磺 修法 修法的疗质人 通常是很狂妄的人 有一个宗教性的狂妄 很自大 对别人很多抽彩 很多时候自己是最厉害的 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思路 有很多思路 可以够小的思路 解决问题 这些人通常是穿得很叻叻的 有很多哲学家说的很伟大 但他自己是骯髒的 骯髒的 像黑衣 他觉得这些衣服很漂亮 都是烂衣 觉得自己很漂亮 有些人有些人 有些人觉得自己 有些人看到自己 就像是帝长子的皇冠 好像当是自己的皇子和皇帝 这就是流黄型的人,骚髒臭臭的 不多冲凉的 这就是收费型的人 接着是sypia officinalis,是蜜如汁 这个通常的疗剂是女性比较多 我用在这里,通常会不开心 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跟那个惊奇出现 可能生了小孩,可能惊奇离 可能接近根源期,很多时候这些精神症状会出现 sypia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我们通常读疗剂的时候 我会想像一个女人背着小孩洗衣服 很辛苦洗衣服,表情很厌糊的 其他小孩在周围哗哗地叫 她就已经烦死了 通常sypia的人失去没有爱 突然之间不在乎 有一个案例,我听到老师的课程 有时遇到有些母鸭和小鸭 母鸭就追着母鸭,但母鸭不理它 母鸭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 失去没有爱 给了疗剂胃到鸭 很快鸭会对小孩的小鸭很无碍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sypia通常是一个女人 烦到死太厌倦 对老公没有感情 对审人家没有感情 然后情绪很低落 这个就是乌鱼汁 接着另外一个 cannabis indica cannabis indica 是印度大麻 大麻的人通常很high high的时候说话都不断 可能是不受控制到狂笑 就是用了大麻之后的high 通常病人在发疯的状态 通常病人要不断走动 有一个现象是不能分辨时间和空间 有时候觉得一分钟好像有很多年时间 或者是一个很短的距离 他觉得很远很远的距离 有时候他会感觉 听那些东西好像一个很远离的声音 可能是大麻的时候 用大麻的人有这样的幻觉 听东西的空间分不清楚 他人就很开心很high 最后跟大家介绍 Protina metallicum Protina是白金 要了解白金 通常要记得白金的人 是很arrogant的 很高傲的 好像自己很漂亮 好像以前有个 荷莉威的肉弹名色 白金的头发 很sexy的 很高傲的 看不起人的 这种行为的人 有时候他看到一些物件 好像很小的 总之他有这样的错觉 或者对很多东西是没什么兴趣的 通常用一些 歪斯底里性的疯狂症 OK 歪斯底里性的疯狂症 病人自己很高傲很高慢 看不起人的 这个是Protina metallicum 好 在同外疗法来说 有一种说法 有四种疗剂 可以将精神病院的病人 大部分都赶走 可以清掉 我记得是哪四种 应该是 Hiaulzheimer 黑量弹 Stramonium 曼陀罗 Rovatium Album 白黎露 最后那种应该是哪一种 可能是 可能是 Beladonna 好像Beladonna 我不记得了 Beladonna 可能是Anacardium 这些是比较深层的 精神病 所以这些病人很多时候 占据医院的病床 好像人类 地球上的医院的病床 差不多一半是精神病人 长期住在这里 你想想 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同外疗法 将病床 起码一半以上 四分之三清掉 多好呢 很可惜 我们的制度之后 和类疗法 受不了重视 而且很多病人 因为在吃很重的西药 治疗过程也有困难 虽然刚才有医生介绍 这些疗疗法 就是关于精神病的疯狂 但当中夹杂到的 也有一些 可能是 他们未去到疯狂的境界 可能有些患觉患听 思想敏乱 甚至是很严重的抑郁症 要有自杀 倾向之类的 其实可以配用到 对的疗疗法 可能它的疗效 是大大大大的改善的 正如刚才医生说 在统计学上 用得最多的病症 就是精神病 因为他们只是在精神上 可能很多时候 在肉体上没有什么 在体系上没有什么 但是因为他们在这些行为上 自己处理不了 你根本不能放它出来 唯有就困住在这里 绑住了真神病 这些病人经常想逃跑 大家看得出气了 one fruit over the cruise net 都要看到这个情况 希望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然不希望我们身边认识到的朋友 是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同类疗法的疗剂 当一些人有个可能 出现了情绪上 有这些倾向的时候 我们已经立即及早用到的疗剂 帮助到他们的时候 不需要等他们 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才能够找处理的办法 甚至想要逆转的办法 甚至想要逆转的办法 也很难 增加了医疗的负担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 也要加中常备了一些疗剂 而是可以趁在每一种症状的黄金期 医治黄金期的时候 已经是及早可以用得到 多谢袁医生今天帮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我们今天提过的疗剂 或是查询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到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是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发愈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感谢袁医生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